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我们国家是制造业的大国 但是对于大型邮轮的制造却始终是一个空白 2024年1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的爱达摩都号 成功地填补了这项空白 我们通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2024年1月1日下午 我国自主建造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摩都号从上海码头出发 开启它的商业首航 这艘国产大型邮轮 全长323.6米 高72.2米 总吨位为13.55万吨 拥有2826间舱室 可容纳6000余人 另外还配有超过4万平方米的生活娱乐区域 其全船内装工作总量 相当于5至7个路上星级酒店 被誉为移动的海上现代化城市 可以说大型邮轮的制造难度 完全不低于航母 然而爱达摩都号的建设成功 让中国终于实现了大型邮轮零的突破 成为全球第五个可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 新年一时 爱达摩都号将搭载全球的旅行爱好者 开启一段美妙的航海之旅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 大型邮轮工程项目技术经理李嘉宁 欢迎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 大型邮轮内装生产经理曹志斌 大家好 过去我们国家是无法造大型邮轮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中国的造船业是一个逐步做强做大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我们最初做的这个产品比较小 那么逐渐做得越来越大 包括这个产品从比较简单做得越来越复杂 整个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进步 那么豪华邮轮大型的邮轮 实际上是整个传播产品里面最复杂的一个产品了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最后把它攻克掉 那说到这个大型邮轮 我们来怎么定义它的概念 实际上目前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讲 不过在我们船舶设计这个圈子里面 大家可能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5万总吨以下的邮轮 我们一般称为小型邮轮 5万总吨到10万总吨之间 我们一般叫中型邮轮 那么10万总吨以上的都叫大型邮轮了 我们现在这条船是13.55万总吨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艾达姆路号 它看起来很壮观 对 从体积上来讲 它应该是有三个泰坦尼克号那么大 那当然现在这个邮轮的设计趋势 是大型化越来越明显 现在20多万总吨的大型邮轮都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大家会叫它超大型邮轮 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们理解就是它是一个酒店 但是我们把它更多地认为 它是一个大型的城市综合体 它这里面很齐全 你看一般的酒店大概500个房间 但这里面房间数是2826个房间 对于我们很多观众来讲 细心的观众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大型邮轮的邮是邮政的邮 还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旅邮的邮 对 这是为什么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最初的邮轮的产生 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是一个英国的邮政公司 它主要是负责运输邮政物资 从英国横跨大西洋到美国去 但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乘客 从英国到美国去的需求 那么当时邮政公司 他们就让他上这样一个船 后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英国邮政公司 就专门开辟了几条船 专门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把邮政 用到了邮轮上面来 是这样一个故事 爱达摩都号 从设计 建造 到正式运营 其大型邮轮的安全性 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在海上航行的过程中 确保大型邮轮的安全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无疑也是对设计师和建造者的 一次严峻考验 说到对大型邮轮我们的认知 可能普通人更关注的点 一个是安全 我们这个爱达摩都号 有哪些设计来保证它的安全 在海上对一条船 可能最危险的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发生火灾 一种就是发生进水漏水的事故 那么实际上 这个也是在船舶设计 考虑安全性的时候 最重要的两点 那么在针对防火 实际上我们整个爱达摩都号 把全船分成了6个防火区 就是说任何一个区域里边 发生火灾 都可以把火灾控制在这个区域内 不让它散播到其他地方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 把火灾控制住 火灾影响的这些系统设备等等 都是在一个可控状态 虽然他们这几个 受火灾影响的系统设备 受到了影响 不能正常使用了 但是我全船相应的功能 不受影响 是防火的方面 就是在防火 说到水 我们认知更多的 就是泰坦尼克号灾难事件 就是因为漏水 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今天 我们的船舶设计 可以抵御这样的风险吗 可以 完全可以 首先泰坦尼克号当初 它的救生体配置 它是不足的 现在我们这座船舶舶舶舶舶舶舶 配置是肯定是你 按你最大的满源 我说就是你全部够 就是你最大的满源 程度下 就6000多个人全部上去 第二个 其实从船舶设计上讲 这个泰坦尼克号 应该是撞了冰山 对不对 但是这条船的话 我们可以原地掉头 转弯掉头的 这是过去的船只做不到的 对 原来船只做不到的 我们可以原地掉头 在海上四航的时候 它就是360度原地掉头 如果一旦出现了破损的话 我们的解决方式是 我们这只船船有专门的 我们叫破舱稳性计算 那么实际上船 行驶在海面上是依靠福利 那么我们实际上为了保证它 尽可能地避免出现破损 进水了之后丧失福利 所以我们在整个舱壁夹板以下 去把整个做了很多很多的 一个水密分割舱 也就意味着 也可能你在某个地方 不小心碰到了一些刮蹭 或者是碰到一些搁浅情况 那么这个小的舱室进水之后 它仅损失这一小部分的福利 所以不会影响它正常的运行 当然了 如果破损大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们这条船也可以自己 通过各种系统 包括防止横观进水 等等一些系统 来控制住水的蔓延 给予乘客和船员足够的时间 让大家登上救生艇 安全撤离 我们这样体量的大型游轮 一定是在国际上远航的 它的动力怎么来报道 是这样 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型游轮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安全返岗 所谓安全返岗 就是说当这条船发生了一些意外 或者是火灾 或者小的故障的时候 它可以不依靠其他的救助团队 而自己作为自己的救生艇 驶回最近的港口 那么它怎么样实现这一点 它就我们把这个船上最重要的13个系统 进行了一个冗余的备份 简单的说 就是这13个系统 比如说主推进系统 燃油输送系统等等 这些最核心的系统 如果有一个系统坏掉了 另外一个系统 可以完全不受影响的正常运转 出现意外的时候 最低的速度也要达到11公里每小时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的正常的运营速度是35公里每小时 这个样子 那么在所有的船舶里面 应该是比较快的了 我们的动力来源是依靠石油 还是依靠电力 我们是船上配了5台发电机 这5台发电机是烧燃油的 烧柴油 烧重油都可以 烧石油 那么把它全部转换成电力之后 通过电力推进来实现 爱达摩都好是采用电推发动机的油轮 这不仅能够提供更加环保的动力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还能够大幅度减少噪声和震动 为乘客们创造出更加安静舒适的航行环境 然而 面对海面上的复杂的环境 船上的人常常有运船的不适 面对这样的情况 科研人员又该如何解决呢 接下来可能就说到我们这个舒适度了 我注意到您是内装生产的经理 您可能对舒适体验更深一点 我们在舒适度上有哪些保证 在舒适度上 首先因为这条船 它提供了适合各年龄阶段的 这种娱乐休闲床 因为首先它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它要所有的乘客感觉到 它自己上去之后 它能够释放自己 或者能够让自己能够像一个度假一样 有自己喜欢娱乐的地方 所以它这里面 首先像这种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去的 它就会有孩童的这种托管中心 和这个娱乐场 那这样爸爸小孩子带上去之后 小孩子就放在游乐场里面 大人就可以爸爸妈妈就可以去玩了 然后对于这种青少年 他又有桌游 有电游 那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他就又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玩的去处 然后对于这个身强力壮的 喜欢输出汗的 那船上有专业的这种健身房 还有三合一的球场 对吧 你又可以去进行的挥洒一下自己的汗水 然后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 可能大一点的老年人 中老年人可能喜欢这种 这种散散步 那船上有这种全海景的 这个漫步的这种走道 还有一些这种老年人使用的 这种健身器材 如果说你想探险的 那船上还有那种全海景 360度的这种高空探险绳索 那又是很 就有挑战性又很刺激 这里面有剧院 对吧 有艺术长廊 还有我们这个风和日地湾 对吧 很安静的一个场所里面 你可以看看书这种 比如说你追求浪漫文艺器材的人 又可以进去 说到的这个舒适度 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平稳程度 我想这样的游轮 它的平稳度 应该比货轮要求要高得多吧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特别注重它平稳的这一点 因为实际上对于货轮来讲 货轮上的船员都是训练有素的 他们是在货轮上工作的 所以他们对于船的摇晃 他们适应能力会比较强 但是我们游轮上是有老有小 大家都是来放松休闲的 所以一定要让大家 不能有晕船的感觉 不能有晃动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船在设计的时候 特别注重平稳性 我们还专门配备了一对减摇旗 这个减摇旗 现在就像一对翅膀一样 在船舶正常航行的时候 它就会伸出打开 那么利用这个水 这个减摇旗 上侧下侧水的压力不同 形成一个恢复的一个力矩 那么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船舶的一个横摇 按照目前我们的计算和实验的结果 在正常航行的时候 这对减摇旗可以降低88%的横摇 所以就说这个船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很遗憾我没坐过邮轮 但是我坐过这个运输的船只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在上面讲话是不太听得清楚的 因为造型声特别大 那对于邮轮来讲 可能降噪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没错 我们怎么来保证呢 是的 就是这个要让大家在船上玩的好 也要休息的好 那么安静是一个很重要的 震动啊 噪声啊 这个是我们也是船部设计一个 怎么讲非常非常关注 而且也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那么首先我们这条船采用的是全电推 这个就和传统的货船 用轴桨推进的这个船相比 它的震动和噪声就会小得很多 那么另外我们在设计之初 我们会对整个船的震动和噪声 进行一个评估 那么我们会知道哪些设备 它的噪声有多大 我们会把这些所有的设备系统 都会数据都收集过来 然后会对整个船进行一个建模和计算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 哪些区域有可能会有震动噪声的问题 在这样基于这样的一个分析和评估 我们会有很多减震降到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会有各种牺牲的 绝缘的一些铺设 包括浮动地板等等 通过这些手段来把这些 有可能存在震动噪声超标的一个区域 把它问题解决掉 那说到居住环境 这也是邮轮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那现在我们这个爱达摩都好 它的居住环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首先它这个根据这个乘客的需求 它把这个房间分成五个等级的 一个就是这种叫内仓房 海景房 阳台海景房 套房 还有一个巴伐利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套房 这个是跟这个市场上运营规律来 就是说可能不同的房间的房型价格不一样 但是它整个来说 整个房间的面积基本上 每个房间面积在15个平方左右 油轮它跟陆地上酒店 这个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说它的空间还是受限的 它只是说在海上的话你可以感受到 尤其阳台房或者海景房 你可以看到未来的大海在过程中 有可能你在航行的过程中 可能在旅游过程中 你还可以看到海豚 国产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 是目前全球最复杂的单体积电产品 拥有136个系统 2万多套设备 整船零部件数量达2500万个 相当于C919大飞机的5倍 复兴号高铁的13倍 大型游轮考验的 不仅仅是造船技术和工艺 还有管理模式和相关产业的配套设施 这其中我们有哪些创新的突破呢 那说到这个大型游轮的制造 很多人知道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意大利 德国 是具有一定领先度的 我们国家可能还在一个起步极端 像我们这个游轮 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我们自主创新的东西 和技术当中突破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来制造 这么大的这样的大型游轮 实际上我们也是和欧洲 意大利进行了一些合作 当然我们也希望站在巨人肩膀上 走得更好一点 虽然说在意大利是 它这个整个设计 建造过程 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但是在我们这里还做了 很大的一个修改 一个变动 所以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同时这个船 随着这个技术环保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这条船也用了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这条船是世界上第一条 采用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的游轮 那么它就显然比以前 我们传统的弗里昂就更加的环保 另外在整个建造过程中 因为我们要更多适应 我们中国人的制造的习惯 中国市场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 中国本地化的一些 优化和改进的工作 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搜船的基础难点在哪 我感觉这么样一个大型游轮 由于它的工程物量实在太大 有2500多万个零件 电缆长度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有4000多公里 相当于从上海到拉萨这样一个距离 就是通过这样几个数字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感受 就是它到底有多复杂 工程量有多大 那么这么多的零件 这么多的物量 我是需要再把它安装在 一个相对来说 虽然这条船很大 但是这么多东西 我们依然称为是有限空间内 有序的安装好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先做哪一个 后做哪一个 比如说我们有 我们每一层甲板的下方 有风管 有走液体的管子 走气体的管子 还有电缆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需要 充分的规划好 因为它必须要在非常狭小 非常非常有限的空间内 一层一层的把它安装上去 这个顺序是非常有讲究的 先装了这个 可能另外一个东西就装不了了 或者先把风管装上去 可能其他的就没有位置了 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 和建造过程中间 针对这样子的工作 我们做了很多 通过模型的平衡 通过现场实地的去看这个问题 可能花了我们大量大量的时间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 整个过程中间一个 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吧 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一次 对 历经八年科研公关 五年建造 两次试航 2023年12月10日 中国国产首艘大型邮轮 爱达摩都号 完成所有船用产品的安装 正式转交给运营方 邮轮于2024年1月1日 开启商业首航 标志着中国已具备同时建造航空母舰 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大型邮轮的能力 成功摘取全球造船业皇冠上三大明珠 也标志着中国造船业 正从有影响力的造船大国 向世界造船强国迈进 说到这个邮轮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尝试 自己来制造这么大体量的一个邮轮 这些年我们国家科技不断地发展 在很多通信和电子终端产品上 有一定的优势 能够最终体现到 我们这次邮轮的制造上吗 我们这条船 一个很大亮点就是5G的应用 那么我们试航的时候 实际上也就亲身感受过了 以前我们去做一些货船 我们也要去做试航的 那个时候一旦上了船 开到海上 那就基本上与世隔绝了 如果一定要想和公司里面去联系 必须通过卫星电话来打了 那个是很难的 那么在我们这条船 在试航的过程中间 整个5G遍布全船 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家人 和单位里的同事 进行没有障碍的交流 视频直播都没问题是吧 视频直播我们考虑到带宽 因为当时我们试航人太多 1200多个人去试航 如果大家都试贫的话 这个还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我们会根据工作需要 窄带宽的 就是完全的语音聊天没问题 还有一些宽带宽的 那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要开视频会议等等这样子的 我们会做一些区分 很多人对于邮轮的要求 一个是玩得好 住得舒适 还有吃得也得好 我们在船上的食品供给 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对于自助餐厅 它有三个自助餐厅 那这个是免费的 就是说乘客这样子里面食物是特别充足的 然后除了这些自助餐厅之外 免费的之外 它提供了一些特殊的一些特殊餐厅 像有牛排餐厅 铁板烧 有火锅 还有寿司 还有鱼餐厅 这些特色是要付费 但是可以觉得让乘客在体验过程中提供不同的服务 怪不得很多人参加了这个邮轮旅游之后 回来都会胖一圈 好 那目前我们在建造方面通过这样一次的经验的汲取 这中间还有哪些瓶颈和提高的空间吗 邮轮在建造上面最大困难可能就是它工程物量特别大 它已经完全是由量变产生了质变 所以我们觉得它特别难 那么这个就给我们整个工程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而我们通过第一条船的建造 我们也通过建立自己的信息化系统 在不断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但我觉得当然我们还可以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还可以把效率提得更高 因为我们第一条船从签合同 18年11月的进博会 到正式交船23年11月的进博会 整整经历了5年 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 把这个造船中心进一步去缩短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次 我们对大型邮轮的制造的尝试 我会找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同时也会发现我们可能拥有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现在差距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可能是针对豪华邮轮建造的产业链 可能还没有欧洲那么的成熟和完善 可能有一些材料 有一些设备 我们不得已必须要到欧洲去采购 我相信随着我们中国邮轮产业不断地发展 中国的邮轮越造越多 相应的产业链一定也会逐渐成熟壮大起来 相比于那些传统的邮轮制造的大国 像意大利 德国 欧洲等等国家 比较起来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跟这些国家掰背手腕 我们产品有竞争力的话 还有多远 我觉得这一天应该也不会特别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实际上也有自己的优势 就像刚才讲 在船的部分 我们国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造船 就结构的安全稳定性 对 从结构 从船的这些设备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有优势的 我们很快 我们效率也很高 我们也有很多船用的一些设备 都是可以在国内生产 国内采购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 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劣势 主要还是集中在酒店部分 也就是公共区域 一些比较特殊的娱乐系统 软件方面 对 软件方面 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国家没有建造大学英国论 所以我们国内的这些相关的供应链 自然也就没有动力 去考虑去形成这样的一个能力 当我们船越造越多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看到 那么这些东西在欧洲购买的价格 和在国内是差异很大的 实际上完全是我们有相应的供应链 应该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 去把这个东西做好的 中国游轮在中国市场上 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很多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明显在加快了 因为随着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从而这条船 我们的产业工人做完之后 其实欧洲这些供应商进来之后 他们对我们的产业工人是不相信的 但通过这条船 他们现在发现原来中国工人 实际上比欧洲一点都不差 意大利的有些公司 他们就决定把我们中国的这些产业工人 直接带过去 所以我们产业工人已经发展起来了 对比的话 发现其实我们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了 我想我们国家作为这个手支船 我们也不会只造一条 我们想是把整个产业链 就从我们集团来讲 肯定想把整个油轮的产业链 最后拿到中国来 带动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 再往前继续进一步的发展 其实说到油轮的制造 这里面涵盖了好多艺术的设计 还有文化的传递 有没有考虑过 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东西 渗入到我们这个油轮上 油轮的话 它是我们定义的话 它还是一个文化的词词 因为它在世界上到处跑 所以它这里面 既然是你中国的游轮 你应该会要体现出 中国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而且你船上都是中国人 因为这母港是中国人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那就是说 那这里面你肯定要 偏限于中国的这种喜好 而进行设计 所以首先从我们这个游轮 外观上设计看 就是外观上我们看到一些飘带 这个飘带 其实它的文化元素 取之于敦煌的 这个飞天水里图的这个样式 所以说它首先从这一块 从这个外观 从里面来设计的话 餐厅它有四川餐厅 吃辣的 那中国人很喜欢吃火锅 所以它就有火锅餐厅 它就设计了很多这个 中国人喜欢的 是有中国元素在里面 有很多中国元素在里面 很有意思 其实通过文化的这个渗入 可能走出 会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来 对 它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艺术场 它是把敦煌研究院 把它的计划 就放在那里面 给大家作为展示 所以欣赏了 对 很有艺术场 我们中国的第一艘游轮 爱达摩都号正式运营 对中国未来的游轮的这个产业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推动吧 首先 大家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以制造出来 这样的大型游轮是非常自豪的 我的朋友们 亲戚们都觉得我能参与这项项目 他们也都觉得很好 也很想很想来体验我们国家的这个 中国第一艘 对 而且从目前这个首次运营是在1月1号 那么包括前面几次春节前这些航次的这个 购票情况来看 也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国人吧 对于这样一场大型游轮还是非常期待的 大家也都很想上去体验一下 自己造的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而且我们也相信我们外国桥造船建造的这条船的品质 绝对不会比欧洲的其他的游轮差 而且我们的2号船其实也已经在建造过程中了 到4月份我们就要正式的下屋 我们下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这么快 对 然后后面我们就会持续的建造 可能再过个第三搜第四搜第五搜 慢慢慢慢就会都会有的 所以也给了国内很多的期待吧 我想 我觉得随着我们这个国内的首次大型游轮的交付 说明这个游轮的文化发展 整个产业是很很关键很重要 那大家都在关注游轮的都会感兴趣的 那中国我们自己在做国产游轮的时候 到时候给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更大 我们的市场我们自己可以支撑我们支撑这个市场 我想这个发展的文化的发展很重要 通过这些这个项目的建造和这个项目交付 包括的运营 我想后面整个这个前景是非常好 非常好 感谢两位的分享 也希望随着我们国家的第一艘游轮的入水 正式投入使用为未来我们国家的游轮制造业 带来更好的影响 我们共同期待 好吧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